今天我们教你一些设定上的东西 看你怎样开亮点的屏幕 或者开门点的屏幕 那样怎样做呢 在开始之前 通常我们的广东话班 就不是很早介绍 特别上我们上次做了 我们大致上也不断了 但是Claudia 今天新来 不如介绍一下自己是谁 Hello 我叫Claudia 我今天会负责讲 讲一部分的课题 多多指教 讲得不好 不要觉得很乖 你好 你好 Hello 多谢你 谢谢 我们去下一个 我们今天会教什么呢 首先会教一些显示上的设定 然后我们会教一些声音上 可能收到通知的通知声 注意此类 之后就会教你一些电池上的设定 如何省电一些 之后就是教你如何锁你的手机 开始被人偷 最后就是教你如何设定一些场子 可能有些子女或者孙子孙女 想摆上去 如何摆放呢 今天就会讲到 第一个要教的东西就是 DISPLAY DISPLAY 我想问 我想开 但我是怎样开 我失去他那裡,我失去那個失頂,我的失頂根本沒有什麼 好啦,我們繼續吧,我們一開始要 我去哪天,我會去那裡 他都在英文,我都在中文,我都不知道在那裡 你問是不是華為? 不是華為 不是不同的 阿英,你在跟你在講話的時候,要是我們想繼續上台 不如我瞄一瞄了你,你繼續說吧,不要緊的 好,我們講回我們剛才的 首先我們教你顯示上的設定 一開始當然是教你光暗度 怎樣教光一些的屏幕 這個光暗度最容易教的就是 上次可能大家都記得我們 上次教你怎樣拉那條巴下來 你拉下來 好像現在這樣 那你最下面就看到有一個 藍藍的顏色的一行 那未必可能是最下 有時候可能是最上 但總之都是有一條 有一條東西在那裏 右右 那你就左左右 就會變光變暗 有沒有人找不到 好,找一條 你現在要幫忙的話可以發聲 好,是否有選擇 沒有,你這個 你可能上次沒有,不在那裏 首先呢 對 首先你呢 我這部手機,你見到我一部鏡頭 這部手機 在上面那裏 拉下來就會拉了一些黑色的東西 有時候一開始就先顯示通知給你 如果它在顯示通知給你,你再拉多一次 那你就會見到可能在最上或者最下 有一條這樣的bar 那你就可以拉左拉右,這樣就調光暗了 OK,做了第三次 好,OK,謝謝 OK,其他人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那就交,都是同一件事 但是我們這次就不用這條bar去設定 我們就去這個setting那裏 就是上次大家記得,就是一個類似齒輪那樣的 icon 那你去那個 icon,你按了下去 應該會找到一些寫著Display或者Brightness的東西 或者顯示或者光暗的東西 你按下去,就像現在這樣 按了Display之後 之後又是有一條bar,又可以調左、調右 那這裡都可以調光暗到的 但是其實跟剛才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剛才可以調到的,這個就 不用特別理會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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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那就去下一個 同一樣,你也是在同一個setting那裏 但這次我們就教你什麼呢? 就教你,它英文叫Screen Timeout 或者可能叫做什麼時候才對面時間 例如你用電腦的,它有一陣子 你有一陣子不用它就會變暗的 螢幕會關掉的 這個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就可以省電一點 那怎麼按呢? 它不同手機就有不同字眼的 通常都是一樣在Display那裏按 或者是顯示那裏按 那它有時候是叫Sleep 或者有時候叫Screen Timeout 那你就可以 你看到有一個好像寫著幾多分鐘 或者幾多秒的東西 通常就是的了 那 例如 我這裡 就寫Screen Timeout 你按下去就有很多個分鐘 給你教的 那如果你想五分鐘之後 它就會關掉螢幕 那就五分鐘 十分鐘就十分鐘 就是這樣 嗯 我關掉好像三十秒 是,三十秒都可以的 其實 看回你自己的需要 請問你這個是去Setting那裏 是嗎? 是,你去了Setting之後 再去顯示 或者叫做光暗度 或者差不多的東西 你看東西沒有那麼快 就關掉它 沒有那麼快 你可以調快 或者調慢 看回你的需要 例如 你正在看東西 那你可能 三十分鐘都不想它關掉 你就可以調三十分鐘 最多去到十分鐘 哦 哦 手機不同的設定 有些就長一點 有些就短一點 有些就長一點 有些就短一點 大家找不找到?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哦,好 找不到 是,你再說一次 Setting之後我是找到什麼 顯示 你是中文還是英文? 英文 英文就是Display 應該是 AllDisplay OK 是 哦 我找到了 好 好 其他人有沒有東西要問? OK 沒有東西 OK 大家都OK 那我就去下一個 iConvert 這個系統 這個就叫做 眼部舒適 中文 差不多 這樣 這個就是給你去調 一些 令到你眼睛看得舒服一點 通常就是 跟藍光有關 它有時候 它有時候 未必它寫iConvert 例如我手機就不是寫 它可能寫 Blue Light Filter 等等的東西 這裡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示範 你看到我們現在右邊這條片 按iConvert 之後 你就可以調教藍光的濾濾 它聲稱幫你濾濾了一些藍光之後 你的眼睛看得舒服一點 你的意思是去按那個Blue Light Filter 那裡 是的 有時候 繼續說 譬如有Turn On Now 或Turn On Schedule 那些是怎樣設定的呢? 如果藍光的濾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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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這個 它有時是i-convert,有時它叫做 blue light filter 或者藍光過濾 是不是基本上一定有的? 舊一點的應該沒有,我記得我舊的手機是沒有的 新的應該有 請問你如果中文寫著屏保是甚麼意思?屏是屏幕的屏,保是保護的保 噢,那個應該是叫做 screen protector 那你有時想想先,我幫你查一下 大家等一等 OK, thank you 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現在我 我找不太多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就是有時你鎖了手機之後 我想有兩個,有一種 screen protector 就是你鎖了手機之後的螢幕顯示是甚麼 第二個,如果你新的手機 因為你有時放在褲袋,可能不小心按到那些按鈕 那就幫你 要你確認它才幫你按那些按鈕 有兩個不同的意思 那視乎你的手機是說甚麼 OK, thank you 有沒有人在這個顯示器上還有甚麼問題? 沒有了,我就去下一個了 嗯 下一個是甚麼呢?就叫做 dark mode 或者是黑暗模式 有時你有沒有手機預設在右手邊這樣白白一片 有時就難看些 特別可能晚上這麼白,很不舒服 看到眼睛 那你可以做甚麼呢? 就可以調校這個黑暗模式 或者是 dark mode 那你同樣在這個設定裏面的Display那裏 去找回這個黑暗模式 那你開啟了它 那你所有那些白色那些就會變成黑色 那你本身黑色那些字就會變成白色字 那就容易看些 那這個黑暗模式我印象中 都是新一些才有舊的 未必有 那請問你呢? 它是開了之後呢 它會自動 有Daylight的時候它不會開嗎? 還是每次要自己開關的呢? 我那部手機就是自己開 不是,即是要手動開 即是自己開 dark mode 有時是自動開的 它有一個按鈕 你按它自動調節 有一個開鍵 你按它自動開 它會自動開 不是,它有兩樣的 它剛才說的那個是光度自動調節 它這個叫夜晚夜間模式 例如 dark mode 那這個就要自己開的 嗯嗯 現在就聽到了 現在就入了 不是跟 dark mode是一樣嗎? 是嗎? Lewis,你再問多一點 Daymore 是不是就是這個 dark mode Screen 現在又進到了 你試一下按一下 看看會不會轉 因為我不是很懇談 因為我不是很懇談 Da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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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模式就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的,是嗎? 應該也是的 再不是你在設定那裡直接打Dark模式 看看有沒有搜尋結果 有時它可能放在其他地方 但是定路來說應該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請問現在是不是講在設定 教你的手機的光暗是嗎? 不是,我們講光暗 我們一開始講了,現在講這個叫黑暗模式 就是有時看到你的手機白色一片 那你就可以把它變成黑的背景 那就比較容易看 OK,現在就是在講手機的設定 是啊,今天整天都是講設定的 OK,那一進去就向我開設定 設定就找這些東西 它那個icon叫設定 在手機那裡 一個圈圈的設定 是,有一個指紋的樣子 如果那時候很白,我們就開了 將Dark模式開到Dark模式 Dark模式變成開了 是啊 OK,明白,麻煩 沒有問題 因為我遲了,麻煩 其他人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 OK,沒有問題 好 大家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就去下一個 沒有問題 就是沒有問題 對不起 Claudia 可以開始 到我了 那我就負責說聲音的功能 平時你用電話 平時你用電話 可能看Youtube 或者收訊息都會有些聲音的 你可以調大小聲的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按旁邊的兩顆鈕 就是大小聲的兩顆鈕 按一下它就會彈出來的 你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下去 它會立即出了四個鈕 你們能不能按出來嗎? 沒有 有沒有人能不能按出來嗎? OK 我當大家也能按到 那四個鈕是說什麼呢? 第一條呢 通常就是說 你看片 上Youtube 或者你聽音樂的播放器的大小聲 就可以在那裡教 第一條鈕就是教那個大小聲 第二條鈕就是 講零聲的大小聲 譬如別人打來給你 你不想這麼大聲 那你就可以按第二條鈕 去調節大小聲 第三條鈕就是 譬如Whatsapp Email 還有什麼呢? 還有 Facebook message 那些 突然有收到訊息 都會彈出來的 第三條鈕就是 可以教那個大小聲 那第四條鈕就是 你的系統的大小聲 譬如你打字的時候 都會有些 嘆嘆聲 那些聲 都可以教大小聲 還有你有時候 你按 你想鎖了你的螢幕 一鎖 那一刻都會有聲 那 那個 第四條鈕也是 教那個大小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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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可以 剛才這樣按出來 你也可以去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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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的電話 就是Samsung 那我的設定 呢 按了進去之後 就是按 sounds and vibration 就是聲音和震動 就是聲音和震動 是 那你按進去之後 那我就要再按多個 叫volume 的東西 那 那個volume 就是音量 那在音量裡面 再教那四條鈕 那 視乎你的需要 教大小聲 這樣 那 你會說得太快嗎 嗯 哦 Sounds and vibration Sounds and vibration 是 找不到我 DISPLAY 只是聲音 聲音 不是在音量裡面 只是獨立一個聲音和震動 那 是 那一個聲音 是嗎 因為那款手機不一樣 入了設定 我都找不到那四條BAR出來 你試試按進設定裡面的Sounds 看看有什麼看 Sexy裡面的Sounds 它有Volumn 你按Volumn Volumn Volumn已經接近了 四條BAR出來了 你可以在那裡調整 四條BAR是LINK TONE MEDIA ALARM CALL 跟你說的都不同的四條BAR 我這部機器 可能它的聲音大小 它的名字有點不同 但是它所說的音效都差不多 OK LINK TONE 就是聲音大小 MEDIA 是什麼意思呢? MEDIA MEDIA 就是你平時 比如你上YouTube看影片 或者你聽音樂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教大小聲 ar訓練 那你跟我想說那種的音效 通常會訛響 就是你睡覺 是你睡覺的聲音 然是你睡覺的聲音 是否意思呢? 是否意思呢? 阿辰 我會想是 有什麼問題 我的電話沒有關鍵的聲音 另外有一個call,Call,call啊? call這個call也是零聲的 我看call是說電話,可以教了大小聲的 是,可能是那個 OK,謝謝 我想問另一個巴士是用什麼呢? 他寫著媒體,是什麼? 媒體就是你YouTube看影片, 或者聽音樂的時候會用到的音效。 可以把音效放出一個音效, 買給哪個音效? 有很多字 Mexico joinay dontxaук 牛奶也有放小聲, 所以這個機器就是添有沒有放大聲。 即是我們看YouTube的時候大聲曬聲,是嗎? 嗯,是呀 OK 進了Ringtone出來,有很多 Lap up,Montor Morning flower,One step four 那是讓你選擇不同的靈性 噢,不同的聲 那現在我在Instant Calm 即是什麼靈性,很安靜 就是這樣 Instant Calm 讓我看看,會不會是立即沒有聲音的意思 是呀,不應該放Instant Calm 嗯 因為我的電話就沒有這個轉行 不是都是靈性嗎? 對 噢,OK 即每月的名字就是不同的聲音 嗯 因為它又有Over the horizon,都是聲音來的 對,就是不同的靈性 所以你點誰就出什麼聲音了 是的 是的 謝謝 是的 我們去下一頁,就是講轉靈性 就是,咦?剛才那裡 對了,剛才Louise 講轉靈性那裡 就是在設定裡面教的 那就是設定,然後是Sound and vibration 然後呢 就按Ring Tone Ring Tone 對,Ring Tone 那你就可以選擇不同的聲音 那你喜歡哪一種聲音,你就選擇哪一種聲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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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按到 聽到有不同的音樂 有空,聽到悶的時候又可以轉一下音樂 老師呀,我想問一問你 我的手機是要一個智慧語 語音是什麼意思呀? 智慧語音 智慧語音 言語的語,音樂的音 應該是關於書入法事 應該是可能你說出來就可以幫你直接打字 下一些訊息這樣 我現在要五條線,不是四條線 所以我就問你那個是什麼意思 謝謝 我想它會不會好像Siri 那些 Siri 真的沒有怎樣用 那些 太複雜了 我們都覺得很複雜 謝謝 因為要無視它 Hodya,哪裏可以說出來 那個嗎? 要是我遲一點才選擇 因為那個有點複雜 因為我們過了這四堂基本之後 我們會有1-to-1 那時候再問一些異工 看看如何 好,可以去下一頁 大家都可以教到 選擇零聲的東西 對嗎? 嗯 都不會有任何聲 那 那 怎樣去呢? 就是去設定 也是 然後也是 聲音 然後 就是去設定 通常都要滑低一點才看到 這個 Do not disturb 這個設定 那 你一按 開了之後 那你就會 所有東西都靜音 那就不會吵到你睡覺 或者看電影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人騷擾 找到這個 Do not disturb 找到 有 有 OK 好 那個是 它可能是 vibrator in silent mode 我想就是現在你說過一樣 對嗎? 手機是寫 vibrator in silent mode 應該有另一個設定 是直接 Do not disturb 因為你那個 還是會震 但是 如果你一按 Do not disturb 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OK 我看看 Do not disturb OK 你先錄低一點 看看有沒有 Do not disturb 對 有啊 有啊 Off and on Do not display 對 對 對 好 好 那大家都掌握到這個了 那我可以去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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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教時間的 你可以教 過程 比如你說 我每晚 10點 打後 就不想有人 吵到我睡覺的 那你就可以設定一個行程 去開這個 Do not disturb 的公園 OK 謝謝 OK 對 好 從幾點到幾點 對 對 對 Do not disturb 有 有沒有問題 各位 沒有 沒有 我們可以 晚上 我們可以 好 再下一頁 麻煩 Turn off OK 好下一頁就是 說 通知 比如你收到Whatsapp 通知 通知 你也可以在設定中 教的 對 其實有很多app 都會發出 例如 你不想每次都收到這麼多通知 那你就可以在設定中教的 按設定 然後有一個選項 應該是寫著 通知 或者通知 的東西 對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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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可以 有一個選項 寫著 全程 就是 全部程式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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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程式都不會發出通知 但是 如果你想關鈴 某一個程式 那你就要 可以去找到你想認識哪一個app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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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我們的app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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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 信息 我現在是安卓 是Motorola 來的 按鈴 你這樣按鈴 你進去看見什麼選擇 呢 他呢 就有 先 按鈴 按鈴 沒有 按鈴 按鈴 接 按鈴 按鈴 我們在這邊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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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出了 Pervision Manager, Default Apps in Screen Time, Notifications Notifications,嘗嘗這樣 Yahoo, Mail, Whatsapp, New Calendar 是否出了一堆Apps? 旁邊有一個小小小的東西是給你on and off 是嗎? 是,是 如果你關掉它,你就不會收到那個特定的App的通知 你就不會收到這麼多雜的訊息 好 那麼,Whatsapp 老師,中文是叫什麼名字? 中文應該叫做通知 通知,OK 那那個Drag Action是什麼意思? Drag Action 中文字,中文有一個通知 Drag,Drag,Drag, Action N-C-T-I-O-N-N-S Drag Action 就是引起的通知 我要找一下,我也不知道,我稍後會告訴你這個,好嗎? 不重要而已,不過... Drag Actions 拉前拉後,Drag Actions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個錄影機板,顯示行業名字 是不是每個人都找到怎樣開啟的通知? 現在全部開啟,現在關了一個點就關了,是嗎? 對,你可以選擇全部開啟或者全部關,或者去特定某一個App開啟或者關 好的,謝謝 那我們去下一頁 好啊,謝謝 下一頁就一樣,好啊,再下一頁 嗯,接著我們說電池的問題 有時候 你是不是想知道自己剩下多少電? 嗯 那你就可以去設定那裏 嗯,電池那裏 嗯,接著電池,我那個Android,我是Samsung 我就要按去Device Maintenance 嗯 Device Maintenance 對,Samsung我就要按Device Maintenance 因為我不能直接按Battery Usage 我看過,我看不到 啊,Device Maintenance 對,按進去之後,應該就會有一個電池的選項 電池的選項 那你 有的,應該有的 按進去 我那個人是Samsung也有的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電池剩下多少電? 是啊,有的 一個%這樣 嗯 是的 是不是每個人都找到? 是 嗯 但是不用Turn On的,是吧? 沒有按鈕給你Turn On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噢,OK 但是我記得有另一個位置 你先看一下 那如果你想Turn On或Turn Off這個功能呢 我就要去第二個位置去選擇 我要去Display 但是每個電話都不一樣 所以呢,Samsung那些可以跟我這樣做 就去Display 嗯 嗯 然後我要去搜尋一個叫Status Bar的東西 然後呢,裡面就會有一個寫著可以Show電池Percentage的選項 那你開銅色就可以選開看電池 剩下多少%或者色不想看都可以的 那其他電話呢? 我相信就直接在Battery Usage那裡就可以看到 或者開到這個功能了 嗯 就是,譬如我想知道 譬如我的電話可以用到多少個小時 譬如他說90% 但是90%可以用到多少個小時呢? 那我 在哪裡看呢? 在剛才 剛才Device Maintenance那裡有得看的 就是,Device Maintenance 然後再按電池那個,Battery那個 按Battery 對 然後你 不按,下面都出著什麼17-17小時和6分鐘 對,那就是大約你可以用到多久 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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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其他人嗎? 不可以 我有一個按鈕,它寫著Adaptive Battery Adaptive Battery 這是什麼意思呢? Adaptive Battery Adaptive Battery 或者是用多些電郵 用多些電郵 用多些Gallery 那它就跟回你的模式去省電 但是它說跟回你的模式去省電 但是它說跟回那個模式去省電 實際上去怎麼做就不太肯定 可能它有時候,或者你可能用那些資料呢 那你用不同的Data 例如3G、4G 那它有時候那個電 那個耗用量不同的嘛 那它就可能把你填回去3G或者低一點 我想就是這樣 對 幫你省一下電 但是實際如何使用都不太清楚 但是即使說 如果我轉動了它就會省電一點 是否有什麼意思呢? 應該是 這就是Battery Saver 應該是On & Off 應該是On & Off 這個是省電的 是 Battery Saver 應該是Off 是嗎? 如果你想省電一點的話 可以按開它 哦 On 按嗎? 嗯 應該按 但有時候如果你的手機本身已經慢 你開Power Saver可能更慢 哦 好,謝謝 電池這裡,可以嗎? 可以 聽了 那我們去下一項 不好意思 電池那裡 是否應該每天關上一次機呢? 就是晚上應該關上一次機 是會保持電池會好一點呢? 我自己習慣就沒有這樣做的 但是有些人都說會好一點的 都是按你自己習慣 那你電池 是不是要用到多少 先來再關上一次機器 還是要關上一次機器 還是要關上一次機器 怎麼會省電呢? 嗯 都是看個人習慣 我真的沒有特別去管 電池 只剩多少才進去 再充電 對搭配電 對搭配電 好一點呢? 嗯 都是看個人習慣 我想不是 嗯 嗯 是 這個 這個說了 是嗎? 這個說了 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再去 我們再去 我要交給卡牌了 對 那回來 那你 有時候你的手機 可能有些私人東西在裡面 那你不想被人看到 那你就設定密碼 或者設定密碼 去自己開鎖 那這樣可以怎麼做呢? 首先呢 你又是去設定 今天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你去設定 那裡 之後去找一些 如果是Samsung的話 它可能就是寫 鎖鏡 如果其他的可能 就寫安全 或者安全 或者安全 大家看看我找不找到 這就是 那你 在等你 你不在就 那我也不猜 好 你不猜 我不會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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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猜 大家能否找到? 找到 找到的話,它似乎是不同的機器 有時伸出了一些機器,它就有些 例如指摸的識別,或者樣貌的識別 如果你是比較基本的,你會直接看到 這一個就寫著 或者滑入入印象 或者我們右邊有 讀立錄片 你可看看有否類似這樣的 通常就會馬上叫你輸入一個密碼 然後再確定 Louise, 看不到 如果你本身既然有密碼 那現在設定是不同的密碼 是嗎? 另外一個密碼 你一開始已經有密碼的意思 即是有人幫你設定了還是怎樣? 是啊, 我想是有人幫 對, 應該有人幫你設定了 你去到同一個步驟 你也可以去改自己的密碼 但你首先要進入你舊的密碼 之後再轉新密碼 如果你想的話 OK, 謝謝 有沒有人找不到這個位置? 他的英文寫什麼呢? 你說那個在設定那裏 他寫Lock Screen 或者Security OK 有沒有人找不到的? 找到 找到 大家都找到了嗎? 入了密碼嗎? 我們本身已經入了 哦, 如果入了就 我不想入密碼 到時有時候要開就麻煩 不要緊, 如果你們入了或者不想開 如果入了的話都可以 那兩個是 Screen Lock Type 和Smart Lock 是不同的? Screen Lock 通常他有給幾個選擇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一開始就是 可能有些 指木可以做 第二個就是平時的Pin 第三個就是 你可能可以描一個Pattern出來 那這個就是 第二個選項 那如果你有興趣做這些 我們之後 就是完結了這四課 或者這三課 計算完這三課之後 我們會有One-on-One Session 你可以到時再問一下 如何做 但是 暫時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去下一課 嗯 OK 好了 那剛才教了你怎樣 整個密碼 第二樣我們想教你 就是怎樣去設定場子 這個可能大家都很想做 就是你本身它那個 預設的場子可能就是 一些草地 你不想 你想餘下你的家人 那怎樣做呢 首先你又是 去設定那裏 Yes 然後你就找一個 可能叫 Home Screen 有時候叫Wall Paper 看看你的手機是怎樣 老師中文是什麼 場子或者主屏幕 是否DisplayWall Paper 那裏 是的 麻煩 我們那裏都沒有 有沒有人要幫忙 紙屏幕 我們那裏都沒有 沒有 那找場子看看有沒有 嗯 沒有 找場子 還沒找過 如果你找不到 你也可以試試在搜尋 那裏打個 Wall Paper 可在那裏就找到 我那個是 是Wall Papers and Seems 有有有找到 找到 找到那個 在哪裏 找到哪裏 係不是你 你按了它 然後OK 這樣就存在了 你 你 總之你找到 Wall Paper 應該是 找到這樣 怎麼做 是,那你就跟我們現在,因為它沒有手機,我們現在右邊有一個示範,它有不同手機,有不同的利誘,有時候它可能有多點,但是你大概如果你看到有些,有些好像相片褲那樣,你看到有很多張相片,通常就是在那些位置那裏,你按下去,之後你選擇你自己適用的相片, 然後按OK,應該就是這樣,大致上,很少啊,如果它有那裏,它通常又開始有一些預設的樓盤給你,如果你不想用那些,它應該有個位置是給你按Gallery,或者是圖片褲的,那你就可以找回你手機裏面的相片,去設置做樓盤, 有寫過,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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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寫過空子,還有主題是什麼,主題 什麼之類? 嗯,就是,例如我現在這個手機,就是像我現在這裡的手機一樣,在賣Wallpapers之外呢,我可以按Gallery, 那Gallery是很可能,我每一個都有,是啊,我可以選自己的相片去按回去,去Gallery的相片找自己的相片啊? 或者叫陶貶庫 陶貶庫加進去 但在網絡上 寫了shake to change 即是shake shake to change 形式是shake 有兩個shake to change 下一個是random change 有時他的手機預設了一張網絡 你覺得你看到驗了 例如你看到這一幅 你看到驗了 之後你搓一搓就會變成另一幅 那shake 明白 鎮一下shake to change shake to change random是任你選的 我想應該是random 對 那你去哪裏找到才是random 可以嗎 對 應該是電話隨機幫你隨便選一幅 我相信 就是預設那些窩囊 隨便選一幅 老師 我想問一下 儲存那裏打開圖片 打不開 為什麼 儲存那裏打不開圖片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部手機看看 我不是太明朗了 看到嗎 這個應該是說的storage 那個 它是告訴你手機裏面的記憶體 有多少是用了來上 應該不是按這裡 你按出去的setting 或者設定那裏再找回場子 或者主屏幕 或者螢幕保護 或者螢幕保護 沒有 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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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是這樣 那些字是這樣 沒有 Claudia 有沒有幫我看看 要靠近一點 入你是的人 要靠近一點 要靠近一點 再高點 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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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 不是 上去 上面 再反過來 放橫看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看到嗎 我想看上面的選項 OK 如果不行,你們是可以在搜尋的搜尋器裡找一下 OK 不要太多時間了,繼續 找自己的照片放在哪裏找 通常你按了Homescreen 總之你在Setting裡面按了Wallpaper出來 它會有些選項給你的 通常它有一個位置是讓你按Gallery 或是圖片庫的 要是你給手機看看 我看見不見得到 不知為何 我沒有的 不知為何 只是按這些字而已 是啊 沒有的 Wallpaper我按下去 它只是有Advanced Brightness 等一下,我們解決了Louise 等一下再回答你 不好意思 真的很難看 對,有點難看 對,有點難看 即是這裡它寫 這裡的字你可以看嗎 My stuff 應該不是 嗯 feature旁邊寫什麼 Hop Hop 是不是進了店裡 我這裡是Wallpaper 嗯 等一下 我馬上去吃那個 等一下 你再給我一次 你可能放得太近了 你可能拉遠一點 可能好一點 你有沒有試一下My stuff 有沒有看到My stuff My stuff 我看到email 平時的照片都有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確定你的照片 你按一下 那些Gmail 那些東西出來 我先看一下 你那部手機是什麼牌子來的? Samsung 我也在按著 Samsung My stuff 是不是Underware My stuff Samsung 我也不可以 用剛才的方法去製作 如果要用自己的照片的話 如果要用自己的照片的話 一按的話 它就會 掉了去商店那邊 我現在也是在用Samsung 我現在也是在用Samsung 好嗎 因為我覺得 Samsung 你按My stuff 然後它就彈出一個鏡子出來 彈出一個什麼 彈出一個什麼 Oh 要按My stuff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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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按了 Wall paper 那裡 但是 它出來 不是 就是 按了Wall paper 但是它出來 那裡 我再按Wall paper 就找不到你剛才所說的 有照片那些東西 它跟著 下面那些 或者是 samsung 我按Wall paper 那它就說 Brightness Level Night Night 那些 Pete Display 你 可以出這些東西出來 你 跟我的機器不同了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機放在鏡頭上 好 給你看看 我停一停 你先按一下 設定 那裡 好 好 設定 就是這些 你對一對 幼少少你的 幼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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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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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試試再檢查一下 Advanced Advanced 有寫Wall paper 你按一下Advanced 路 是的 有Wall paper 現在可以看到 好 我現在看到有照片,那些東西,那些就按這些是嗎? 是的,你自己再玩一下,自己按一下 那就可以轉畫面,是嗎? 是的,其他人有問題嗎? 是的,謝謝 其他人有問題嗎? OK,沒問題 沒問題,那就完了,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Winnie Chris,考你,這是什麼圖案呢? 有人認識嗎? 什麼? 這個可能是灰青了少許做的 沒有這個圖案 沒有這個圖案 鎮肌 對,就是鎮肌,沒錯 很眼力 第二個呢 這個又是什麼呢? 類似了 靜音 靜音 有人可以回答我,有什麼分別嗎? 這個鎮肌和Multi Multi Multi又沒有鎮肌,鎮肌又沒有鎮肌 沒錯,那在哪裡可以找到它們? 很相似 一開機就應該有的,是嗎? 嗯,或者你... 或者你... 上邊,頂上那裏 有聲音 是的,你可以去設定那裏 聲音,或者有時候你... 你的手機拉到那裏 你看一下,有時候都可能在那裏 嗯 下一個 那你可不可以選擇去... 不看一些通知呢? 你的apps 你知道有很多通知 可不可以不看呢? 又怎麼做呢? 如果可以的話 去設定那裏 記不記得那個1點債那裏 關掉了嗎? 是的,你去設定那裏 那裏,可能有 可能叫notification 或者叫apps 那你按進去呢 你就可以逐個慢慢去關掉 那個notification 那你就不用... 有時候可能 你放了CBC News的 之後全部都是那些news 這樣就可以關掉了 嗯 是的,設定 好了,今天就是這樣了 那如果有什麼...大家現在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的 因為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最後都頗多... 我想問一問呢 你們現在教呢 就多數是用那個Apple那個手機教 但我那個是因為是Android 所以很多時候你們講些東西我找不到的 我們... 我們都是用Android的 Apple是在第二班那裏 不是,Motorola 我已經升我機 哦,Motorola 不是,用Motorola 但經常都你們講些東西我都找不到的 嗯 嗯 Android大部分那個... 設定都差不多的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 對 你有什麼特別的問題你想問呢? 暫時... 暫時想不到 因為太多很多東西很細緻 不知道應該問什麼 嗯 好像... 很多時候現在你們說要找那些 我經常都找不到那些 就是看不到這樣 不要緊要 因為我們這幾天都是教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如果你有些不定的問題 也都是你... 我們第五班開始就有one on one session 那... 例如你... 你不懂怎樣去做Motor paper 那你就問回那個Volenture 嗯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寫下之後問我們這些 哦,好的 你下次會教什麼啊? 下次會教什麼啊? 下次會教什麼啊? 我都不記得 我先自己看一下 我幫你看一下 等等 嗯 下次我們教... 怎樣... 怎樣... 怎樣用Wi-Fi 怎樣開式啊 或者設定那些東西 哦,好的,謝謝 老師啊 我先問一問你,不好意思 剛才你最尾講的那個圖案呢 我是找不到的 那個是華為啊 你說的那些我都找不到 中文是叫什麼啊? 靜音或者... 不是啊 圖片那裡呢 你可以... 啊... 開了它可以有很多picture出來嘛 但是我找不到那個... 啊... 是哪個... 中文...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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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剛才... 你講那個圖片呢 你說... 啊... 開了它很多... 很多相片呢 那裡呢 我都找不到那個... 我都找不到的 可以 可以 剛才都是主要講... Wallpaper 那些 不是Wallpaper 那些呢 我就是... 中文是講什麼啊? 嗯... 長子 啊... 長子啊 那裡沒有啊 我講手機是沒有長子 那裡... 你再給多一次我們看一下你的手機 那樣